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批评美国对枪支暴力泛滥 另一位强调美中合作的重要性 亲中立场明显 被美国一间分析公司发现 这两位主播看起来像真人 其实是AI产物 这是中国政府首次 在宣传影片使用声威技术 利用声威技术做出假主播 宣传政治目的的假新闻 AI可能被滥用 甚至难以控管 一直是争议之处 学者们不会言 AI科技可以辅助人类增加效率 就有人预测 容易被ChatGPT取代的20项工作 像是电话行销 收银员 速食电源 卡车司机 财务分析师等等 不容易被取代的工作 如心理医师 医疗护理人员 工程师 小说作家 导游 专家认为 AI能取代最简单出街的工作 但无法辨别资讯品质和推理 所以人类的核心能力 仍然无法取代 而且人类银行也说 如果能驾驭AI 对求职也有显著帮助 根据统计数据 大学期间 收过人工智慧学成的人 起薪将比同职务 高出六千到一万元 AI协助人类的面向 越来越多 如何建立以人为本的人工智慧 让这项科技 成为人类的得力助手 在AI蓬勃发展的同时 也是我们该思考的议题 华世新闻罗一锦刘俊男专题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